这群男人竟然对一个女人上手了 千军一发之际 女人怀中的枪掉落走火 把矿工们全吓住了 女人此刻才明白她的威力 拿到手里说道 别想威胁我 我不远千里到这儿 煤矿运作不起来 我绝不回去 这一番话说完 当晚矿工们的妻子 就集体跑来求她 千万别杀我们的男人 此时处于1870年代 枪对大部分人来说 都是只听过没见过的大杀气 到了第二天 一直憋着不干活的矿工 全都下矿开干了 这天丈夫新次郎 由于担心阿浅也跑来了 在九州人眼里 男人永远是强于女人的 阿浅都能拿枪 矿工们自然认为新次郎更厉害 躲在窗口偷看 新次郎文弱少爷的左派 被矿工们认为是深藏不漏 把这群人吓得干起活来更认真了 阿浅时时召集他们开会 首先抱歉昨天吓住大家了 并保证再不用枪 这话一出 矿工又放肆起来 阿浅撩起衣服的下摆 他要来场相扑 用男人的方式打败矿工们 拱头是个讲理的人 也是最看不起女人的人 约着选了相对文弱的管事 来做阿浅的对手 一开始阿浅就落了下风 在边缘死死挣扎 没想到最后竟一把将管事扔了出去 获得了胜利 昨天是被枪吓得开始干活 那今天矿工们就是真的服了 寻到会把之前耽误的攻击全赶回来 在这守了这么久的阿浅 终于如愿让煤矿正常运转了 新次郎急着回去 这环境他处不惯 但阿浅要继续留下 才开始干活 他要彻底旅顺矿上的大小事 和矿工们建立更深厚的感情 一换有些日子过去了 光头带着阿浅下了一次矿洞 这就是他买的矿山呀 阿浅欣喜不已 之后的时间 他和女人们一起干活 熟悉各个流程 他离开大阪市 一直担心的姐姐家 此时也迎来了好消息 五代财主帮他打探到了 姐夫吴宾卫的下落 并告诉了阿出 阿出顺着消息找到赌场 吴宾卫被人追债摔了一脸泥 吴宾卫吃惊的看着阿出 追债声渐进 阿出拉起吴宾卫 一口气跑到家旁的河边 此刻吴宾卫说起当年逃走的原因 刚破产是 他以为会迎来痛苦人生 但意外的是 那段日子竟觉得很快乐 劳作收获只为粮食发愁 他感觉人生本该如此 可转念他有羞愧 自己有什么资格开心 自己让这世上最好的女人跟着受穷 让他被恶婆婆刁难 自己一无是处的穷开心 简直可耻 于是吴宾卫逃走了 他以为他走了 阿出就会离开 就会回到大富大贵的娘家 可阿出比他想的坚韧的多 整整等了他三年 当阿出牵着吴宾卫回家时 与走势相比 这里更紧紧有条 最关键的是 他有儿子了 阿出抱起儿子对他说 今后你不仅仅要做个好丈夫 还要做个好父亲 吴宾卫眼泪流了出来 父母也在这时出来 曾经以为强势到可以放弃一切的母亲 竟然扑过来抱着他痛哭 在姐妹二人 对我来崭新的开始时 他们突然收到噩耗 爷爷病危了 两人一前一后赶回京都 爷爷听起精神和他们说笑 但到了第二天就不行了 一个一个做了最后的安排 安静的停止了呼吸 阿姐站在曾和爷爷一起爬过的树下 说了句永别了 丧事办完 父亲告诉他 马上要搬家了 搬去东京开办银行 正说着五代财主来了 五代财主早已辞去官职 现在也是商人 而且做的都是新兴产业 银行的理念 就是他带给金锦家的 阿姐也对此充满兴趣 问个不停 他最终目的是希望 婆家也能把兑换商改成银行 这番话刚好被来吊咽的公公 还有新子郎听到 看着阿姐和五代财主如此聊得来 新子郎还有点忌妒 等到上完香 新子郎把手枪还给了五代 两个男人相识一眼 火药味十足 第二天阿倩与阿初也要回大阪了 母亲给了阿初一些钱 阿初不要 推辞间母亲生气了 他求阿初别要强了 当初没能帮到你婆家 到现在都觉得对不起 阿初拿出护身符说道 只要这个就够了 看见这个 就进行你告诉我们的 一定要幸福 母亲投敌着阿初心疼不已 这之后 阿初和阿倩就回大阪了 刚到家没几天 阿倩就急着去矿山 新子郎满事不舍 早已和矿工达成一片的阿倩 一回来就受到所有人欢迎 除了一个叫阿聪的组长 阿倩只觉得奇怪 但并没有当回事 接下来的半年 就是煤矿和大阪两头跑 突然那一天 母亲来访 为了让亲家多担待阿倩 母亲还特地给亲家母 带着上好的和服料子 阿倩婆婆高兴不已 之后还有阿初的事 她一直放不下 家里在和歌山有一块地 她让阿倩想办法给阿初 总不能一直借别人家的地重吧 说来也巧 想好母亲要走时 阿初来给阿倩送腌菜 那张地契 她当然不要 冲出来还给母亲 这让母亲有些伤心 阿倩却在后面恍然大悟 不如就像银行把钱 借给有理想的人那样 母亲把土地借给你们 你们将来有收获了再还 母亲和妹妹做到如此 阿初不好再不收 她强调是借的 拿到地契 她先给了物宾位 物宾位对此很感激岳母 这是他们重新开始的机会 不用再颠沛流离 但当夫妻二人 将此事告诉母亲时 母亲无比反对 山王寺家的根在大阪 她还盼着山王寺 有天能重新活过来 她才不要去和和山当农民 最终两边不欢而散 几天后 物宾位背上行囊 说要出趟远门 阿初问她去哪 她也不说 婆婆抓了机会 冷嘲热讽地说 物宾位就是这么懦弱 一勇不顺就逃跑 阿初心里也十分忐忑 但嘴上强硬地说 她一定会回来 果真被阿初说中了 一段时间后 物宾位回来了 她去和歌山看了那块地 之所以开始没说 事怕那块地不合适 回来后阿初伤心 一趟转下来 发现那块地 确实不适合种粮食 但周围的村民都种果树 所以还是能养活他们的 看丈夫如此伤心 阿初求婆婆 就相信物宾位一次 她并不懦弱 她能带山王四家 走向正轨 婆婆推门而出 丈夫跟出来 她抱怨一句 丈夫复合一句 等她抱怨完了 丈夫安慰她 时代变了 就给孩子们一次机会 这个方法还真管用 两人再次进来时 婆婆同意了去和歌山 新的一天 迎着威风 阿初心里无比畅快 感觉生活终于要迎来阳光了 另一边的阿前 为了增加矿工的积极性 提高他们的收入 首次引入了奖金制度